台积电呢 重讯公告买进 群创南科的5.5代厂 群创除了可以创造约147亿的处分利益外 还有什么样的功用 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稀奇古怪 一个可以让大家轻松认识产经趋势的频道 我是颜希 早在呢2002年的时候 经济部就拟定了两兆双新的产业发展计划 将福祉产值分别超过了一兆元的半导体和面板产业 那过了20多年以后 我们回头来看 半导体扣掉了低润 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 光一个台积电加上周边的支持产业 就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护国省山群 整体产值都要挑战5兆元了 那反观面板产业这一块虽然也有被 也有破照啦 但相对来说吼就失色不少 而且碰到中国大陆是不尽盈亏的补贴去建面板厂 而且又消价竞争在抢市账 让我们的面板产业经营后其实很辛苦 而且获利容易受到其他大厂的增减产的影响 以及景气循环的影响是非常的不稳定 以群创为例子后 在今年第二季转赢之前 他亏了八个季度 勇达更是到上一季为止 连亏九个季节还没转赢 那面对持续开产能 使面板的价格滑落 演变成到现在做一片 适配一遍 到后来只好自己先减产或停产 比较不具竞争力的部分 以免亏损持续的扩大 而停产呢 当然也会造成厂房的闲置 群创他也早看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群创在2017年的时候 就开始研发散出型的面板级封装 也就是FOP-LP 布局未来的华丽转生之路 FOP-LP对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到底有什么影响 其实后 延细在上个月底上的COWERS FOP-LP是什么我都的这一集影片 就跟大家提到了 不手赶快拉回来 赶快回去看一下 今年的8月15 台积电就公告买下群创南科5.5代厂 准备瞄准FOP-LP在未来的效益上 那也开启了面板的厂房的第二春 不到两个礼拜以后呢 友达他也宣布把厂房去卖给美光 面板厂现在把厂房卖给半导体厂后 在半导体产能持续吃紧的情况下 FOP-LP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延细相信绝对不会只有这两个案例而已 近期以后华兴丽华集团旗下的触控感应厂金金 他在南科的厂房就正在跟美光跟台积电后洽谈中 那我们先拉回来 先看到群创 这次后卖场绝对不是只有充实业外收入而已 他们是以最小四代的TFT厂 也就是用3.5代厂的设备 成为全球最大尺寸FOP-LP厂 沿用70个百分点以上 也就是70%以上的折旧完毕的设备 多数呢都已经折旧完毕 就表示什么 成本很低 而且呢会成为成本竞争力 非常高的先进封装厂 那根据7月的资讯 一期的产能都被恩智浦 还有E8半导体这两大厂去订光了 这两大客户呢 车用的快充电源IC的订单 就让初期部件的先进制程的产能是满载的 今年准备启动了第二期破厂计划 为明年投入量产做好准备 那群创呢的布局当然不是指在FOP-LP啦 上一次呢严席也提过 印太呢在布局细光子的部分 投资的原程半导体还有先发电光 这两家公司群创其实都有投资 实股比例分别是14.9%和9.25% 其实跟印太是差不多 那可能有人会好奇 友达叻 其实友达比较偏向发展 MicroLED和群创的发展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那既然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还是看回来群创 群创既然都要转型了 旗下的供应商当然要跟着调整 像冬结就转成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 推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部分同样在8月底上的影片 也跟大家提到了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今天我们要提的是 和群创的竞争对手 友达同集团里面的面板相关化学品供应商 也就是达兴材料 达兴材料它是友达旗下康利投资 还有长星化工共同合资的特用化学材料厂 它有两个副爸爸 那根据了最新一次的法说会的资料 材料用在TLCD触控面板上面就占了90% 半导体的比例虽然比较低 但也慢慢在增加了 最近已经达到7.4% 下半年呢 半导体材料新品出货会持续的溢注 包含先进封装提供的间接材料 比例就有机会提升到10% 转型将半导体相关材料出货比例提高后 对获利是有好处的 至少在毛利率这个数字就会明显的成长 这两年毛利率从前年第三季的27.2% 来到今年第二季已经成长到37.2% 与半导体材料比例增加的趋势是非常的吻合 如果未来半导体相关材料出货比例提高到10% 毛利会不会进一步再增长呢 这点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节目到这里后 我一样帮大家做一个重点整理后 提高一下印象 由于面板产业受到其他国家后 动辄大规模去增产的影响 报价是起起伏伏的 也影响了群创跟这些面板的获利表现 那群创早在数年前就研发了FOPLP 而且趁近期半导体产能吃紧的时候呢 把手上闲置的产房卖给了半导体厂 自己也趁机转型为先进封装厂 在卖场的部分不只有群创 友达也已经完成交易 未来其他面板厂都有机会 当然除了FOPLP 群创也有投资像细光子CPU的部分 面板供应链转型跨入 半导体不是只有群创 还有冬结、达新材料这些 其中达新材料 随着半导体相关的材料出货比例提高 毛利率也有升高的趋势 今天呢先跟大家介绍 面板产业往半导体靠拢的现象 那随着半导体产能持续的持勤 这样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延熙也一样会持续的 帮大家追踪市场上产业的变化 所以好朋友们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的好朋友 记得帮延熙按赞 分享 开启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每个礼拜上来看看延熙 相信对大家的操作 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今天就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断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金管投顾薪资第015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